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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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 老师好 老师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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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给奥越介绍一下 我们有一位特别嘉宾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万平 任院长 刚才奥越这段舞蹈 看得真是酣畅伶俐 行云流水一般的感觉 我知道你在舞蹈当中 是接触过很多不同的角色 但是在舞蹈中 跳鱼斧是第一次吗 而且是在画里边跳 鱼斧图我是个人认为 它看似平静 但是它可能内心是排身倒海的 所以我在跳的时候 就特别喜欢它那种自己 就这种感觉 就悠然自得 去享受它在那一刻的那种 幸福和宁静 是的 它一个人 就好像是全部的世界 都是它属于一个人 而且我第一次看这部画 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 它看似平凡 但是平凡的一定不会那么简单 看到奥越刚才的表演 我觉得它既理解了鱼斧 这个社会角色 又理解了吴正 这个画家的本性 我觉得这很难得 才能有这样种名利尽致 他画了很多鱼斧图 这个应该说是 它比较有代表性的 我们看画面 它画的应该是江南的水箱 你看它那个山巒 它比较平缓 我们叫平岗 然后那个树木一层一层的 中间的水面上 就相当一个像刘白的地方 就画的一艘小船 上面一个鱼斧 那我们在看画的时候 可能眼睛会注意到 这个画面的最主要的 这个主人公了 我们就会进入它的思想 这种境界 鱼斧在中国绘画里面 也算是一个比较永恒和悠久的主题了 但常见归常见 还要看谁画的好 看谁用什么样的这个心情心态 来理解鱼斧这种角色 我们讲山水画 山水画 山和水这两方景色中配什么人 当然乔夫进山 鱼斧泛舟 所以这个鱼斧其实就把这个山水画 以水为主体的这个情境表达出来 鱼斧图这样的作品里面 我觉得更能够反映无证生活的态度 始终有一种洁生志好 向往江湖 而且要表达一种坚定的人生的志向 那就是真正浓露自然 表达自然 在这画上啊 他还有这个题画的余辅词 千尺浪 四塞炉 尸桶相对 有葫芦 他这个写意的话 通过解决词 更能够表达出他的思想 就是他很悠然自得 这里边这个人虽然小 但这个人的胸怀 就是这个山水 他自己也写很多诗啊 放歌荡漾 卢花风 抛雀鱼竿 和月眠 这诗啊 是他自然从胸中流出来的 所以我们读这个画 读画里头的诗 品他这个人 这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诗画 衬托出来的这个境界 才能讲清楚 画家吴震啊 他是在中国绘画史上 被称作元代四家之一 就元代四家有两个说法 一个是王世珍的四家说 一个是董奇昌的 不管他们两个 谁的这个元四家呢 这里边吴震都没有缺席 吴震呢 在这个学习绘画上 他的风格 他呢 首先是学习了五代时候的 这个董元和巨然的这种画法 后来呢 他又吸收南宋怨铁画的画风 就是他融合了宋家之长 四处击足 最后融会贯头 形成他自己的特色 然后呢 树立了一个元代的文人画的 一个新的这种风范吧 所以他在中国绘画史上 是有很重要地位的 一个这样的画家 你看这张作品 他真是把这个 送以来的大山大水的故事照进 又和比较纤细的 这样一种小景山水 能够结合起来 你看这个画两边 好像这个画还可以 无限延展开来一样 从近景破岸 到中景的大树 到远处的 但是他毕竟要塑造 这个渔府所在的 一方自足的空间 所以这个画面构图 它留了一块白 上面比较重 下面比较淡 由此压到了 这么一个焦点之中 所以这个画应该说 在同样画渔府的作品里面 我觉得确实是构思独特 《不公藏的吴震》的渔府图 是比较有名的一件作品 那么在吴震的一生当中 他画了很多件这样的作品 吴震经常是在自己的画上面 用自己的草书 写关于渔府的一些渔府词 什么这种内容 这幅图到现在已经近700年了 能够集吴震的实术化于一体 并且三者都是非常的精彩 这是非常难得和珍贵的 结合他的这个提画师 还有他的画作当中的渔府的形象 我们就能够感受到 古人那种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 那么始终会保持自己的内心的 那份宁静 偏淡和潇洒的 积极的处世的人生态度 谢谢张奥月 用你的精彩舞蹈 给我们带来了这副渔府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